狼妄姬看着魏无羡,心一次又一次被撕裂,每次魏无羡出现都看不到她,以前开朗阳光的少年,现在充满力气,充满爆裂,充满了冷漠,她的热情,阳光,开朗到底给了谁,是上次说的小溪姑娘吗? 线线,你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不是最听师姐的话吗?江艳离哭道,到底是什么让魏无羡与江家离心的? 闭嘴,你没有资格这么叫我,魏无羡怒道,以前觉得这个称呼有多温暖,今日听着仇人的女儿叫出来,就有多恶心 江姑娘,请叫我失职魏公子,别影响她的声誉 小星辰说道,则则则,浙江姑娘刚与金少宗主解除婚约,就对别的男子拉拉扯扯 我阿娘都没用这么亲密的称呼叫我,浙江家姑娘对一个外男叫得这么亲密 是啊,难怪金子轩看不起她 江艳离听着修士们对她议论纷纷,立即开始眼泪婆娑 魏无羡,看着这样的江艳离,觉得极其厌恶 莫名其妙地就哭 自己的妹妹哭起来楚楚可怜,笑起来春风拂面 闭嘴,你们这些贱人,与子渊愤怒地叫道 立即引起了百家的口诛笔伐 大家没有想到一门宗主夫人,开口就是乌言会语 传言总是说,魏无羡不服管教 这样的人还配管教弟子,没有被弟子群起而公知 其弟子就是很不错的了 魏无羡已经听够了于子渊立乌言会语 立即举剑向于子渊赐去,江峰缅挡了过去 魏无羡以一条三,与江家混战起来 魏无羡在乱葬岗六个月的修炼底的过他之前的六年 当一个人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当这件事情关乎着杀父害母之仇 关乎唯一亲妹妹的性命 那她的爆发力是惊人的 不到一个时辰,魏无羡费了江峰眠 于子渊和江婉淫的金蛋 挑了于子渊的舌头 江艳离看着一家人,哭得肝肠寸断 摄日之争因为有了魏无羡的凌燃宗加入 进程推快了 魏无羡的剑道、浮道、阵法、轨道 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凌燃宗的门人 根本不需要流血牺牲 身上佩戴各种浮转 有急行服、爆破服、冰冻服、急风服、雷霆服 又是跟在宗主和二位长老后面 简直是在捡功劳 而且功劳还不小 小星辰和宋子琛也在摄日之争中大放异彩 两人谦逊温和 朗朗君子 传出来清风明月小星辰 傲雪凌霜宋子琛的雅号 想加入凌燃宗的人很多 不排除那些想浑水摸鱼 不劳而获的人 但是进入凌燃宗的人 必须过位无限设置的问心镇 且每半年需再进入问心镇试炼 镇法千变万化 连续三次通过问心镇才能成为内门弟子 魏无限成为宗主后 每日不是上战场杀敌 就是在帐篷里面处理宗务 再就是去寻找妹妹魏希 魏希与魏无限的兄妹关系除了小星辰和宋子琛 没有人知道 魏无限每次打完仗就会亲自去附近的村庄 一来寻找他妹妹 二来帮助村民 他总希望他今日帮助别人 别人能帮助他那个才只有十来岁孱弱的妹妹 蓝忘机几次下战场遇到魏无限 魏无限不是被门人包裹着 谈论宗门或军事 就是随着门人东奔西走 很少有单独的时间 就算偶尔碰着他一个人的时候 没说两句话 就被凌然宗的门人叫走了 也许这份感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求学三个月那短暂的绚烂只是 他一个人的人间烟火 半年后 凌然宗的名号想变仙门百家 魏无限三个字也人尽皆知 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女子来认哥哥的 也没有托人带一句话来 魏希视为哥哥来到此界的 定然不会隔绝仙门百家的信息 除非是被强制的与世隔绝了 或者落入敌人之手不能暴露 再或许已经不在了 这样硝烟四起 战争不断的世界 百姓无辜卷入 牺牲的不在少数 所以魏无限越来越心急 越来越暴躁 慢慢地魏无限不再管宗门的事情 宗门的事都是 小星辰和宋子琛管着 魏无限要么疯狂地打温室 要么到处奔波找妹妹 要么就疯狂酗酒 蓝忘机总是看着魏无限 匆忙的脚步 奔波的身影 总是看到他满脸的忧郁 伤心 失望 到底是什么事 改变了他 他父母的仇已报 为何他还是如此伤心痛苦 当看到魏无限又一次醉倒在树下的时候 蓝忘机终究控制不住 走了过去 魏无限手里拿着一方洗得有些破旧磨损的手帕 手帕中间有些血字 手卷角落有一朵小小的橱橘 一看就是女子所用之物 蓝忘机几次伸手想碰碰魏无限的脸 都不敢 却听见魏无限 如此难忘 如此伤情 那他的这份感情呢 真的就只是他一个人的盛宴吗 这个让他求而不得 四肢欲狂的人 却在为别人行销骨瘦 醉生梦死 造化弄人啊 心绪难平 魏无限总是拿着酒坛 在街上去晃荡 他总设想着与妹妹不期而遇 他总想着 妹妹从远处跑过来 叫他哥哥 或者在他不禁意回头时 妹妹对着他笑 走着走着 他突然看见自己的脚踩着一方白色的手帕 他以为是自己掉落的 立即捡起 将手帕上的灰拍掉 轻轻地抹扎着帕子上的小橱橘 他突然发现这帕子不是自己的 这是一方干净的新帕子 嘻嘻 魏无限向着四周 立即大喊道 一个穿着破衣烂肠的女子 猛然回头 魏无限立即冲过去抱着女子 当初妹妹从姑苏到云梦找到她的时候 也是一身破衣烂肠 女子挣扎着 魏无限紧紧抱着不肯松手 你放开 我不是嘻嘻 女子叫道 魏无限一下子愣住了 慢慢放开女子 女子比妹妹大 即使过来三年 妹妹现在也只有十五六岁了 该女子二十来岁了 女子的眼睛没有妹妹的灵动秀美 虽说妹妹一直画着妆遮盖面容 但此女子绝不是自己的妹妹 你 你怎么有这个手帕 魏无限抓着女子的胳膊 颤抖地问道 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谨慎地问道 魏英 魏无限 如何证明 女子问道 魏无限立即拿出凌然宗宗主的令牌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女子说道 魏无限 想了一下 掏出另一方手帕递给女子 两方手帕在左下角分毫不差的地方 有一朵小雏菊 有一个西字 女子立即激动地拉着魏无限的手说道 总算找到你了 终于有救了 女子是温情 温若寒被杀 温氏战败 他们其黄一脉 也只剩百来口人 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她本打算趁乱 带着族人逃离 却被金氏的一个侄子俘虏了 晚上大家睡得深沉的时候 小雅咬醒了她 叫她请姐 她当时猛住了 小雅巴终于可以说话了 随后小雅巴跟她说的话 她惊呆了 请姐 你趁天黑逃出去 找人来救我们 魏希说道 谁能来救我们啊 温家战败 我们都是战俘 温情颓败地说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